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來分享一個非常特別的影片 就是斯博拉頓三特試機 哇 這個看起來真的是太讚啦 其實呢 這個是透過我們新北的一位朋友提供的這個主機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簡易的開箱吧 好的 首先呢 可以看到了這個主機裡面呢 是有兩個Joy-Con手把 而且是非常可愛 當然還包含HDMI線啦 電源線啦 主機啦 還有這個主機座等等 這樣看起來呢 其實還有兩個Joy-Con的這個袋子 但是我不小心忘記拿出來了 接下來是 啊 是我們的Pro手把 當然啦 你也有特殊版的主機 在我們針對斯博拉頓三這個遊戲的時候 當然手把也是絕對不可或缺的 手把的內容物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其實就是手把一個 然後還有一條連接 東西非常簡單 但是最重要的是 這個手把上的塗裝 讓人真的是 挨不釋手呢 看看他的這個樣貌 真的是 我已經迫不期待想要來玩斯卜拉頓三了 那麼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細節的部分吧 這個呢 是主機座的部分 可以看到呢 他在主機座的外表 有一個噴墨點黃色的螢光色 那背面呢 其實都可以正面背面都可以看到 他隱約的呢 其實有非常多的圖騰在裡面 那這次呢 這個主機座呢 這新一代OLED版呢 他的主機座的貝殼呢 是可以直接分開來的 不會像之前舊版的一樣喔 那後面呢 看起來也就跟之前一樣 就是電源孔 HDMI孔 跟這個網路孔 然而 主機的背面真的才是重點跟精華啊 那個隱約的塗料啊 可以看出來非常多的這個章魚花枝 再來最重要的呢 就是主機的背面是可以搬起來 這個真的是 讓我真的好想要喔 在外面玩的時候 真的會覺得不能加起來真的差很多 好 再來呢 就是我們可愛的Joycon啦 可以看得出來他的這個 喔 這個徒步的部分喔 做得非常好 而且背面是白色的 就跟章魚的 他的那個背面一樣 然後這裡按鈕也是白色 另外一個手把呢 也是一樣是這個漸層色 由螢光黃到螢光水藍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喔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Pro手把啦 這個手把呢 其實 老實說 如果真的主機沒有辦法購入 其實購入Pro手把好像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真的還是要跟大家講 這個 斯普哈頓3的這個遊戲呢 進入到這個中後段 真的非常推薦 一定要使用破手把 那麼接下來 我們就把這些 實裝物都慢慢一直裝起來 今天呢 由於因為這個我們的主機 馬上就要進入這個前夜機的部分了 我們就不太詳細詳細的多說了 就是想要給大家一個簡易的開箱 讓大家感受一下這個斯普哈頓3主機 拿在手上的感覺跟他的一些細節反光感 啊 再過幾天就是前夜季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了 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前夜季見囉 掰掰